长春一老人自称是末代皇后女儿,拿出一份证据,专家看后哭笑不得。 中国近代史上普一是一位风云人物,首先他的身份,特殊是中国的末代皇帝,其次他的两个女人与他共同书写,许多传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长春一位老人自称是为代皇后宛容的女儿未证明他的身份, 还拿出一份关键证据,然而专家看后却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不说溥仪没有生育能力,某宛容的女儿又从何而来呢? 这还得从溥仪在天津时说起1931年,文秀在天津向法院起诉离婚事情闹的,满城风雨并且文秀在诉词中还揭露溥仪身体的一个缺陷, 这让溥仪很是恼火,气急败坏气恼之余,溥仪的想办法保全面子,当时他正与日本人打得火,热面子是晚不能出问题, 溥仪想到了皇后宛容将淑妃文秀离婚的责任全部推到了宛容身上, 溥仪表示文秀之所以要离婚,全是因为他遭到宛容的排挤和虐待就这样了, 溥仪成了替罪羊儿竟然化,已说出口了变得假戏真作,从此溥仪不愿再搭脸完, 溥仪受到了冷戴1931年,溥仪追随溥仪到了新京, 此时的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和利用下当上了维满洲国, 执政三年后维满洲国改制为维满洲帝国, 溥仪再一次当上了皇帝而溥仪也再一次, 成为了皇后不过此时的宛容殷仪的冷呆已沉沦了他染上了大烟, 成了个烟鬼花容月貌,在大烟的作用嫁衣, 点点逝去1935年,宛容产下了一个女人仆仪此时, 才发现宛容被谛里竟然出轨了非常震怒, 关于这个女婴的来历史料, 记载得很清楚是宛容出轨仪的两个侍卫所得, 具体是哪个侍卫得不清楚, 而关于这个女婴的去向则说法, 很多一说女婴刚降生就被震怒的溥仪丢到锅炉, 一说女婴生下来, 没多久就摇折了一说碗, 容满了溥仪将女婴送到了民间抚养三种说法, 心经长春广为流传自称是末代皇后女儿的老人就巧妙的利用了第三种说法, 空口无凭老人还拿出一方皇后印记来证明她的身份。